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2024年5月17日 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出台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在建住房项目的交付 并推动消化存量房产 这是在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创之际 中共当局的诱余力图稳定房地产市场 维护购房者权益的尝试 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并没有切中要害 反而有可能使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 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大风险 这次新闻发布会阵容 强大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央行和银保监会的高层领导 纷纷登场就保交房的具体政策一一做出了解释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场所谓的保交房秀 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 首先看住建部副部长董建国所说的 打好商品住房项目保交房攻坚战 他承诺要采取摸清底数分类 处置司法支持等措施 防范处置烂尾风险 但事实上这只是权宜之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 均创下了1998年房改以来的新低 整个行业正处于萎缩状态 绝大多数房企资金链断裂无力完工再建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 董建国口中的所谓保交房攻坚战 根本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更有意思的是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宏 对盘活存量土地的解释 他竟然鼓励地方政府以合理价格收回闲置土地 再利用这些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 这等同于在饥荒时期征用农民的口粮 然后重新分发给农民 不仅如此 刘国宏还开了地方政府的后门 允许将收回的土地供应给开发商开发建设 听起来就像是在为炒地皮开绿灯 这一切都说明中共对于房地产问题根本无计可施 只能采取一些临时手段 试图模糊焦点掩盖实际困境 更糟糕的是 央行和银保监会的一些所谓支持措施 极有可能把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推向高峰 从发布会的内容来看 中共这一次的房地产就是 重点是放在白名单机制上 所谓白名单机制就是由地方政府牵头组建协调机制 被辖区内的房地产项目进行甄别 符合一定条件的项目 可以列入白名单 由银行系统优先给予融资支持 银保监会副主席萧元启 在发布会上大肆宣扬这一机制 声称短短四个月时间 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金额已达9,350亿元 然而这一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 将项目是否列入白名单的 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了地方政府手里 在目前这种土地财政模式下 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可谓是上下其手 要他们来甄别哪些项目可以白名单 实在是把猴子交给了把手豆米仓 就拿广州南沙区的一块2.4万元每平方米的天价地皮来说 这块土地能不能白名单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喜好 而且谁也无法监督地方政府是否滥用这一机制 通过操纵白名单名单与特定房企勾结谋私 此外白名单的标准也极其宽泛 甚至出现了房企只需承诺 项目可以交付就能进入白名单的荒唐情况 这无疑是在给那些资金链断裂根本交付不了房子的僵尸项目注入了新的毒品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被列入白名单 银行系统对他们的贷款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校园企公开承诺对于白名单项目银行界将一视同仁印贷近贷 这无疑是给那些已经陷入资金困境的房企重新壮大机体 只不过壮大的不是自身实力而是债务血球 一旦这些白名单项目爆雷 将引发整个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发布会上除了白名单机制外 中共还使出了一系列大招 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干预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颓势 首先是央行 它将全国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下调了5个百分点 便取消了房贷利率下限 还下调了公积金贷款利率 这无疑是向市场送出一记重拳 试图用降低购房者门槛的方式来重振需求 其次央行还推出了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在贷款政策 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就是让央行提供低息贷款 支持地方国企以合理价格收购以建成的存量房源 再将这些房源分配给工薪阶层 这既能让房企回笼资金续建再建项目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薪阶层的住房需求 不过关键在于怎样确定所谓的合理价格 中共高层是把普通民众当韭菜哥吗 在此自然资源部还出台政策 允许地方政府以合理价格收回闲置土地利用这些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 或者继续供应给开发商 至于所谓的合理价格是多少 权力部门是否会滥用这一政策大肆疯狂炒地皮 恐怕只有上天才知道了 从上述种种政策来看 中共完全将保交房 去化存量房源和满足民众住房需求等目标换为一谈 试图用一种万金油式的政策组合来对症下药 然而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需求萎缩供给过剩 假之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虚高 中共的这些举措 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反而可能带来一系列新的风险 首先降低首付比例和取消利率下限 只会进一步推高房价 这是因为降低首付成本和贷款成本 会刺激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 对于那些仅仅是为了钱生前而大量买入房产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 由于供给端受到地方政府的操纵供应收紧 加之新增需求的催化下 房价很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而普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难以同步增长 房价收入比将持续上升 房住不亢的局面更加严峻 此外中共为了去库存 大力支持土地出让和房地产投资 必然会带来供给的极大增加 但与此同时需求端正在走弱收入增长 乏力购买力在下降 供需失衡的格局更加严重 房地产泡沫必然进一步膨胀 届时一旦泡沫破裂 后果不堪设想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 这些措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 比如说 央行大幅降低贷款成本相当于在发放贷款红包 这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预期 引发资本外逃的风险 即使人民币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让老百姓承受沉重的通胀税负担 所以这次所谓的保交房新政不斥是一剂中毒素 不仅不能治疗房地产行业的阑珊症状 反而可能让病患陷入癌症垂危的境地 从微观层面上 看最大的受益者 将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就地方政府来说 中央这次给予了他们绝大部分决策权和操作自主权 他们可以利用白名单机制 为自己的亲儿子项目卖力撑腰 还可以借机大举出让存量土地收取巨额地价款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 这无疑是赶在泡沫破裂之前 再度捞一笔的大好时机 至于房地产企业 无疑是这次新政的最大赢价 他们不仅可以获得银行系统的大笔贷款 还可以利用中央的定心丸 继续忽有购房者欺骗性的拉高房价 谋取暴利 一旦项目真的交付不了 现金流断力依然可以通过破产拍卖等方式甩卖 剩余资产 可以说房企在这一过程中赚什么赔什么 而真正的输家只有被蒙在鼓里的韭菜们 总的来说 中共这次的所谓保交房新政 不致是一张赤裸裸的加杠杆操作 意在用超发货币的方式延续房地产投机泡沫 却并未真正解决房地产行业遭遇的根本性危机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一旦泡沫无法为继付出的代价 将不仅仅是一批购房者的权益 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即使中共将不得不承担主要责任 从长远来看 中共这次的保交房新政注定是一锤子买卖 它并没有解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根本性矛盾 反而可能让泡沫进一步膨胀 一旦无力为继 泡沫破例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银行体系将遭受重创 由于白名单机制以及央行的房地产支持政策 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投放将持续增加 一旦出现系统性的偿债危机 银行的不良资产会迅速激增 资本金将遭遇沉重损耗 甚至可能引发银行倒闭潮 其次债券市场和股市也将雪上加霜 近年来许多房企为了扩张已施满身债务 如果行业出现流动性危机 他们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将陷入暴跌 研发债券违约和股灾 从而造成债券和股市的连锁反应和系统性风险 再次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 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受其贡献超过25%的GDP 一旦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骤然下滑 将拖累整个经济走向衰退 制造业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等都将雪上加霜 届时经济低迷还可能导致大规模财源 甚至社会动荡 最后财政和金融体系也将受到重创 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严重依赖于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费 一旦行业下滑 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 并已经高企的隐信债务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 为了拯救银行体系和房地产行业 中央将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 无疑会加重其财政和金融压力 总的来说 中共推出的这些保交房举措 不是是在用高风险的加杠杆操作 来延续房地产泡沫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 将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许多韭菜百姓将在其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根本知道在于从体制层面 全面深化房地产市场化 法治化改革首先必须切断地方政府 对房地产行业的操纵 改变其追求GDP和土地财政的政绩观 树立新的政绩考核导向 同时要限制和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行为 防止其未谋求短期利益 而无度开发和炒作地皮 其次要大力发展租链住房市场 推动房地产业朝租售并举的房地产模式转型 减轻购房者的沉重负担 这不仅需要加大供给 还需改革购房者的权利保障机制 完善和加强对租赁者的权益保护 再次要放开房地产信贷管制 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 不再对银行施加行政干预 同时加大银行压力测试的严格程度 防止其在追逐半期利润的 过程中产生过度放贷行为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 应该加大保障房和公租房的投资和供给力度 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住房 减轻他们的住房负担 与此同时应该建立住房发展专项基金 为租赁市场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 必须深化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真正遏制泡沫的进一步膨胀 并为租房者和购房者权益提供坚实保障 这既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引领 也需要地方政府切实履行之责 切断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勾连 这无疑是一条刀跟火中的漫长过程 需要体制层面的根本性变革 但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化解 中国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 为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否则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将一次次经历泡沫和崩溃的循环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也欢迎你 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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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